本节目有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沃尔沃S90独家冠名播出 好故事在我的定义里应该是 你觉得快要活不下去 或者活着很没意思的时候 那个故事还让你觉得活着有点意思 那就是好故事 我早期是说我们叫卖房子 再后来我们说我们卖的是生活方式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书店 直接进来柜台就卖酒 对 做了一个模式叫日咖夜酒 白天是咖啡 晚上可以喝酒 90%的夜主现在在去图书馆 都是因为带着朋友去的 不要试试给人家各种类型的约束 阿娜雅在我看就是一个故事了 可是你说穿了 现在如果你要跟别人比赛 让人吃饱穿暖 我想已经没得比了 就是比赛说故事 老马是我们这部电影期待的 第一位投资伙伴 告诉你 希望你看见这把情就会想起这部电影 只算是他能够回到这个社区当中 能够跟社区的大家一起 欣赏这么美好的一部电影 音乐人的助流 艺术家的助流 诗人的助流 导演的助流计划 就是我给你提供住 给你提供吃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安心创作 你会把你的创作的一些成果 能够跟这社区里的居民进行分享就够了 如果给了你一个很廉价的道德教训 或者是人生参考 那恐怕就是一个有用的故事 而不是一个好故事 我不认为什么有智慧的人 可以讨过故事 我想我们人类跟动物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相信故事 我看马云过去受访的时候 有一点感觉是功能性的回答 就是他是为了阿娜亚这个地方 在受访 所以他言谈之间 总是得把他自己跟阿娜亚联起来 所以今天虽然身在阿娜亚 想要把马云从这个环境中给拉出来 最好他就恢复为一个本来的人 来让我请教他问题 老师您好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你现在多久来这边一次 我一个月要有老师 我来两三次 有自己住的地方 对我有自己家 你有自己家 住自己家 好 那我们上去 好吧 全社酒店 这个构上太有意思了 对因为这社区里面 带着狗来的人特别多 带猫的少是吗 带猫的少带狗的多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人是因为说 哎呀我们家里狗没地儿 寄存就来不了了 我觉得这还挺遗憾的 我经常看有些开车带着孩子过来了 然后这一下午就是浇他自己的院子里的这些植物啊 浇上两三个小时晚上有时自己开车就回去了 带着孩子 我觉得人要分心被占据心思就好了 他不管他哪 他洗碗他也会觉得很好 就是能够被占据心思就好了 台面上的最有名的碳酸饮料 或者是服装品牌 其实都是故事 靠着讲故事就能够说服别人的话 这是一门很大的本事 你要说服别人拿出这个钱来买房子 他那故事绝对很有力量 马英先生我在看你的整个工作的过程的时候 我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跟银行借钱跟像客户卖房子这两件事情 哪一个比较需要说故事 我觉得这两件事都需要说故事 对 所以当时像阿娜亚这个案子去跟银行谈的时候 你讲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那会的时候很简单 没有走到现在这一步 那会就觉得土地比较便宜 海边一线海景的地稀缺资源 我来操盘做 这些要素其实已经够了 像我这样一个外行人 我刚刚听你讲 一线海景稀缺资源这几个字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生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你不用把故事讲得天花乱坠 对不用 合理就可以 对就是实际上我当年还是有点无知者无畏 甚至叫贪婪了 因为觉得反正这么好的一个资源的地先拿在手里再说 然后呢 也许我不做这个 我不自己不开发这项 我把这土地卖掉了 我还能赚个差价了 还这么想问题呢 但真正这项目拿到手里 你发现卖也卖不掉了 土地也卖不掉了 然后自己开发也没有人感兴趣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不是真正的人的刚性需求 另外呢 早年的时候大家做文理项目 就是还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 就是海边盖一个房子 海景房就够了 但实际上人真正住进来的时候 卫生卫生没人做 饭饭没人做 对吧 然后呢 跑这么老远来干嘛呢 对吧 难道就为了看一眼海 那看一眼海 我住酒店不就完了吗 我干嘛要买套房呢 其实这些问题最初都没考虑过 但是人呢 当初也是突然间大家有钱了 想象的美好生活 然后又被开发商忽悠了 买了一个所谓的海边的房子 就一个孤零零的房子在海边 就是就冲动购买 那那些买的人怎么办 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可能就放在那了 对 所以你当时也可以就在海边 孤零零的盖个房子 卖掉就算了 是吗 是 当时也这么想的 卖不掉了呀 就是你卖不掉了 就突然间发现 哇压力就大了 包括自己又做了那么大的一笔融资 所以你当时想到这个解决方法说 这也卖不掉 你就来发展一个社区 这感觉就是一个更大的坑不是吗 就是 开始是步步陷进来的 陷进来之后就是求生的这种奋疼吧 这是说你要做下去 对 因为那会儿你只是要考虑活着这件事 对 就剩下的事 其实你都没有时间来考虑 说你那会儿还考虑利润率的问题吗 根本不是 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至于现在能不能赚钱 根本就不想了 那你有很害怕吗 觉得万一你有一天坐下来 一看那个账本就赔很多 我从来不看账 对 然后呢 他们跟你讲你会不想听吗 我确实不想听 就我是属于那个 我不感兴趣 你们不要跟我说 对 包括到现在了 他们有时候总用算账的逻辑跟我讲很多事 我也不爱听 要是说谁算账都能算清 说这项目谁干都能挣20% 那平常有你的机会呢 对吧 你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之所以能成功 之所以能走到现在 我认为其实就是不算账的结果 就是因为你没算账 你只是在去想 怎么能够把它经营好运营好的时候 到最后反而它变成了一个 未来长期可可盈利的一种方式 多久后你就觉得活下来了 六年以后吧 六年以后 六年之内一直去 就在坑里的感觉 就是一直在爬这个坑 你知道他说服自己的过程很有趣的 就是他 他要当房地产商人的时候 就是房地产商人 然后他要转成做一个社区的创造者 他就转成这个身份 那 他很能够自洽 就是能够自己给自己理由 然后就做下去了 然后做得成是最厉害的事情 就是很多自洽的人是做不成事情的 你当时怎么决定 比方说如果有五千户的话 要有几个店是不是 就是还是根据需求 不断地在调整 它是被需要出来的 或者是生长出来的一点点的 你觉得超市不够了 可能要增加一个 食堂不够了 要再增加一个 相对来说 在现在在做就开始有点经验了 有点经验 但是你也不会做到那么精准 都是在用的过程当中 慢慢在做这些调整 这是你的书店 对 这是我们的书店 现在这园区里大概有四家书店 所以还是觉得书店应该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书店 直接进来柜台就卖酒了 对 这太有趣了 也帮他们在想 作为一个书店怎么能够更好的 持续性的活下去 另外一个呢 就觉得大家逛书店太单调了 而且希望大家在书店里能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所以其实做了一个模式叫日咖夜酒 白天是咖啡 晚上可以喝酒 在这样的一个书店里面 你自己进书店有喝过酒吗 有啊 今天晚上 他们的酒特别好 而且他们的酒单很特别 他们的酒单是一本书 海边的房间 海边的房间 对 然后他们每一个鸡尾酒都是一本书的名字 所以这本小说是店主特别爱的小说是吗 应该是 最近我看这半年都是这本书 然后你看再翻页就可以看到 《强风吹拂》也是最近的 也就是前两年最火 夜晚的潜水艇 另外沐昕呢 可做五九经吧 沐昕怎么会五九经 所以请问阿拉雅的第一户卖出去的房子 你还记得吗 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件 很激动的事吗 还是你当时就觉得肯定做得好 一开始卖掉的房子 其实都是身边的所谓的亲朋好友们 熟悉的人 大家叫来 然后你跟他们再讲 未来你要把这地方打造成什么样 对 可是肯定你当时找这些所谓的亲友 他们就算不信这个故事 他们也会冲着是你找的 就觉得要配合一下吗 还是你有这种压力 你觉得说人家只是在人情上 我觉得那会儿会有 到不了一边有30%这样的 就是反正你做这件事吧 我们就信你吧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都认识吧 对 那这种很可怕吧 就是你对他们会感觉很大的压力吗 对我来说 我一直怕的是辜负信任你的人 这是我自己走到现在 人生走到现在 其实一直最担心的事 我最在意的事 最在意是这件事 你也就尽量吃这里的餐厅吧 餐厅的我都在这里面吃了 首先我自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我认为我是个客户体验官 就是永远是客户的角度去看很多问题 为了让住在这里的业主满意 是因为我成立了社群 对 所有的业主都拉到这社群里 我在里面 告诉大家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我 太可怕了 对 其实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件事 你还在那里面 我还在里面 我们现在光这一个社区 大概有20个这样的业主群 所以随便什么鸡毛山皮的事 你要看的话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而且鼓励他们投诉 任何问题都投诉 那很烦吧 但是因为我学文科的 我对管理这件事 我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梳理你自己的内部管理问题 完善你的管理流程 其实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管理方式了 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店里面 都能找到我的邮箱 就我都把它放在最前面 你其实可以不必这样 如果说你不去这么去了解的话 你自己作为一个所谓的公司的一个管理者 你进到这社区 你看到有可能都是假象 你本来当初在这边 想要过一个心灵生活比较丰富的日子 结果你现在为了做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很繁忙的管理者 而且要听各种抱怨 对 那这个是走错了吧 就是男人所有的成长都跟你有为 就敬畏心和怕有关系 我是这样 我从小是有怕的东西才能保持成长的 怕什么 比如说从小怕父母 你调皮倒戴啊 对吧 然后回家爸妈要惩戒你 对吧 你是个乖小孩 对不是我算 我算 但是我很在意 所以上学的时候老师你也怕呀 然后我觉得参加工作以后 你就怕领导啊 对吧 真的假的 我是真的假的 你本来是这样的人 我是这样的 然后那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怕女朋友 对吧 就是结婚之后怕老婆呀 就是你觉得你总有一个怕吧 你现在还在怕吗 但是所以我就在说嘛 就是我到了四十岁以后的时候 突然间会觉得 有一天觉得自己自由了 就是你突然间没有怕的东西 这是很可怕 对很可怕 就是突然间我终于自己说了算了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对一切都听你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嘴的总要有个东西管着我 你碰到过最繁琐的让你咬牙是什么 很多类似于那种 你本来做这样的事情是 是特别真心的是在为这个社区在考虑或者怎么样 但是不被对方理解的时候真的是 我们写书常常遇到这件事 我自己被比较多人认识的书呢 一个是讲说话的 对 一个是讲情商的 对 我小时候啊 走进书店呢 我就会把这种工具书呢 就移开 我就把我重视的文学书呢 摆到那个架子上面去 然后后来发现你越用心写的 跟读者无关的 他们觉得无关的事 他们就不在乎 然后你写的速度虽然比较快 可是恰合他们的需要呢 那个书就会有很惊人的销量 所以跟你做事一样 就是你觉得你要给他们这个 就他们就不领情 觉得说你不但该做到一百分 不做一百分他们就要抱怨 而且你做到一百分他们也不要 马英很妙啊 他很多想法其实跟他正在做事情 刚好就是不同方向的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关系 可是他却很耐烦地要对付这些质疑 也许当时会有别的人跟你提议说 你用这个方法就把这个东西脱手了就好 我们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是有脱手的机会的 我跟我那个搭档那会儿就说 哇总算有人接手了 就是咱脱手吧 那会儿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前面那一两年当中 已经卖掉了一些房子了 基本上都是我们身边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哇我就说那如果咱俩要把这项目卖了 未来这项目干成什么样我们是不可掌控的了 如果说真的要是干不好的话 我说我们俩基本上就把自己这半生 就是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 我说就彻底毁了 我说咱俩就只剩跑路的份儿 拿着钱跑路的份儿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俩上来完 还是觉得还得自己看 所以就坚持往下干 我前一天在台北做了一个小展览 是我自己做的一些作品 就是上面会写一句话 可是是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句话 然后当中有一句话呢 画面的中间就写着还活着三个字 然后我就我看到那个还活着三个字呢 我就觉得说如果不讲会死还活着这三个字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就另外写了很多会死的字 用很淡的颜色弄在背景 然后淡淡的会死会死会死 然后中间有还活着三个字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的这个小展览肯定这间是卖不掉的 因为不会有人接受上面写着会死这样的字 然后后来我就在画廊里面挂这些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先生走进来 那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然后他进来之后就看到那一张会死会死还活着 然后他就跟黄老板讲 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我每一秒都觉得我会死 然后我还活着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这个老板肯定要买这一张吧 就是如果感受这么深刻 结果他说没有 他说这个老板后来选了另外一张 那一张上面写的是都会过去的 他说我得靠这句话我才能够把公司再撑下去 所以我想问你创业的时候你有这种会死会死还活着的心情吗 会特别有就是早年的时候 十年前 就是十年前开始做这项目的 尤其是前三年嘛 专业人士或者叫业内人士 90%的人认为这个项目没心 对 他们好意思跟你讲吗 有的人会直接说 对 有的人就可能私下来说跟别人再讲 或者照我任人劝劝我说 哎呀能行吗 就是每个人可能至少都在替我捏一把汗吧 你心里也想是说你们等着瞧吗 还是 没有 倒不会是 我那会儿也没有必胜的吧 但是我就坚信我把当下的每一天 按照我的想法做好 我觉得未来就是个顺其自然的结果 我那结果我接受 创业的人真的会在某个时候半夜起来哭吗 我不是 我描述属于那个睡眠特好 就是说你多大一事 这会儿我困了 我肯定躺着必须睡觉 算是一个平静的人 我算吗 我觉得我不算 我特别喜欢热闹 我一个人是待不住的 对 你说很多人是享受孤独 一个人 我一个人可不行 我说我一个人马上就开始招呼 哎谁在了 聊会儿天 对或者喝个酒 就开始这样了 我还以为你 喜欢一个人 这个社区不是有种种暗示 好像孤独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 对孤独 就包括其实最早孤独图书馆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其实对孤独这词有点排斥 因为我觉得有点装这个词 另外我又不是一个想 就是像别人来认为 就是享受自我 享受孤独的 那我后来看有一句话 对孤独解释 他说孤独是大自然最原始的真相 万物最原始的本来面目 大概这个意思 他说这叫孤独 哎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认为 很重要的点 如果大家给安雷亚一个孤独的定位 好 我倒也不排斥了 可是你本人不是这个 对我本人完全不是这样 你有考虑过去邀请一些能够让这边的居民 整体的感觉变得很不同的人来住吗 当然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 真的 音乐人的助流 艺术家的助流 诗人的助流 导演的助流计划 就是我给你提供住 给你提供吃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安心创作 然后我们唯一提的一个要求就是 当你在这创作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你会把你的创作的 这个阶段的创作的一些成果 能够跟这社区里的居民进行分享就够了 你知道以我在这边这么短的时间 对我而言 这个社区有点太整齐了 太整齐了 对 比方说如果你找来的是一群涂鸦的艺术家 对 它如果你们有一个场所 那一区的建筑物都是可以被涂鸦的 那你就会留下一些 我觉得比较好像有人在这边活过 或者是他甚至愤怒过 或者是甚至颓丧过的那些痕迹都会留着 对 早期我们对设计有点过于执念了 觉得设计很重要 每个细节我们都要做设计 然后其实慢慢慢慢这两年我其实更多的感受 你看像今年的古丽丝册的那个建筑奖的获得者 他叫大卫吉普费 对 他说过一句话 他不是拿建筑当艺术品来做的 简单说大概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又对我对这个阶段做设计 有了特别深的启发 就开始更多的去强调功能性 别把建筑或者空间 空间 对 就是焦肉造作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建筑设计可以更放松一些 人的感受也可以更放松一些 对 所以这也是个我的问题 你学文学的你怎么会觉得整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马云你看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一些 起码就你而言你看到的时候 你都觉得是你喜欢的味道对不对 对至少是我那个时间的时候喜欢的东西 你当时有把简单跟素雅 这个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视觉风格吗 对 就是其实他跟定义这个项目的价值观有关系 有品质的简朴 有节制的丰盛 你如果遇到别的品牌有类似的这种价值观 你会认得出来吗 感觉熟悉 就心有气气焉嘛 比如说就像沃尔沃 就是阿利亚其实跟沃尔沃 我觉得在有些地方的那种感觉是很像 其实沃尔沃这么多年这个车 它的设计不是追求那些新奇特的东西 对它不是那样的做 对就他们已经到了一种 我认为叫变态极致的一种地步了 对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开沃尔沃 对我也是 那他们每次跟我在讲的时候 沃尔沃的这种对人的尊重 对生命的尊重 这种安全性 不光是说他广告去这么讲 可是真正是使用者在跟我讲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能够感觉到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做到了之后 其实他的自己的客户就会去讲这些点 客户永远比你就是成长得更快 我在50年以前接触这车的时候 对它很多功能 就是品牌的角度 你也没觉得那东西有那么重要 也不觉得那是你的嗨点 真的跟你在某个阶段有关系 再到后来 你发现其实他不断的强调那件事 有多重要 比如说他去做那些 按照高于国际要求 去做标准来做的一些爆晒的实验 对吧 你要现在从健康生命的角度来考虑 这事多重要 那以前觉得这份嬉戏就差不多了 开开窗户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当你对生命认知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的考虑 真的人家一直在坚持做的这些事 其实让你是很尊敬 这样的品牌的 可是对于安奈亚来说 我也特别希望将来我们是一个 受人尊敬的 这种品牌 等到使用的人能够领会到 他的好处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懂你当初用的这份心思 就去盘口袋都是钱 就去每天度假 第一个来说 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 就是一个挣辛苦钱的人命 比如说所有的这种投资跟我都没关系 你有曾经存很久钱 然后结果因为投资就赔掉了吗 对啊 是 是认真赔掉的 会痛的那种赔掉 是认真赔掉了 赔的很惨的 就是这种 对后来我就觉得我就不太适合挣这种投资的钱 或者挣快钱 只能是通过自己努力或者辛苦或者叫亲力亲为 才能挣张钱 就我对自我的一个充分认知 第二来说就是 我其实在想过我自己所有的爱好的东西 就比如说文科生吧 就毕竟喜欢跟文学相关啊 你念中文系的时候有想象成为一个创作者 没有 没有 对 我上学了就是因为就是比较好考这个专业 班里那会儿我记得那个老师问过 你们谁没看过《红楼梦》 班里喊就俩人举手我是其中之一 你现在看了吗 现在看 就是我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特别爱 从小就特别喜欢文学 倒不是这样 就是可能是跟学这个专业 再加上就是后来喜欢看一些书有一些关系 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就是说特别文艺的人 你知道当时同学后来都在做什么吗 当老师的多呀 基本大家都在当老师 对 你那时候会很害怕自己也会当老师吗 我想都没想过这件事 就是我肯定认为我不会当老师 所以中文系毕业可以找的工作是海阔天空的吗 海阔天空 所以你找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房产的工作 对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政府的一个房管部门工作 因为他给了你个实习的机会 十一完之后人家觉得你表现还不错 就直接留下来了 你刚开始离开学校的时候上班是那种很懂得表现自己的人吗 是 哦真的 对 怎么表现 特别爱表现就是特别努力工作 每天特别认真特勤奋 我们在二层办公 整个打楼很长的一个楼道 每天早上我是把楼道的用蹲布擦地 整个把卫生都做了 你是在表演给某上司看吗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一种努力方式 当然我认为肯定是有表演成分的 对 要告诉大家 或表示给大家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勤奋的人 对 你勤奋的人 结果有效果吗 我觉得肯定有吧 要不然我怎么给留下来了 比如说有上司看到 这个人蹲着在擦整个走道 就觉得这是一个上镜的人工 对 至少是这样吧 对 不会让同事们觉得讨厌吗 就是 其实跟我一起去实习的其他的同学是有意见的 同学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太爱表现的人 对 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太爱表现的人 那你也就收下吧 因为你就是想表现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的本能 我觉得我 我既然来了我就想这样做 对 那个动力是想要成就感同时也要钱 这两件都要吗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自己的未来有关系 所以我就是要把当下这些事要做好 但是至于未来他到底在哪个节点 或者怎么样就能帮助到我那个结果 我是没想清楚过 可是如果刚毕业的时候觉得 在一个工作位置上就要好好的做这个工作 那就表示你可能成为一个在公司里上班领薪水的人 对 不表示你会变成老板 没有 但是过了四五年之后就对自己的薪水不满意了 看到了外面的公司的薪水更高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就离开了 其实从公务员这个职位跳槽出去 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很大的事 因为他是一个那会儿叫铁饭碗 就是一辈子管你了有人 但那会儿我没想这么多 我就觉得挣一辈的工资对我更重要 我就直接辞了出来了 记得特别清楚 就第一个 我原来在政府部门挣一千五百块 出来可以挣三千块 这件事影响太深刻了 然后我到了这家公司 因为表现比较优秀 就是把我的职位从一个普通员工 直接提成了一个副总经理 就是我没有过度部门经理这个职位 然后一下子就从三千块涨到了七千块 这两件事我觉得是我人生当时觉得开心的都不行 这是具体有感的事情 对对对对 他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是 哇就是三千变七千 巨款就觉得自己每个月工资 你自己从小就能说出口 赚钱很重要吗 是啊 我换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所有人问我就是 确实我觉得 你在中文系的时候 肯定不好意思这样讲的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做各种小生意呢 那会儿我们是看录像 然后就包放映厅 包一个放映厅 每天晚上放录像 就是可以卖 收门票 是卖门票的 现金收进了 现金收进了 对 那就很容易有那个有手感了 所以当时就觉得做生意是一个路子 就觉得那会儿这种方式是我能够 好像我能做的一个赚钱的方式 我的所有的目标都是眼下目标 就我这辈子没有过理想这件事 也没有给我自己定过目标 到现在为止 我们公司 别人问我 你们公司的三年目标 五年战略 我说别跟我聊这 我真没有 不是我那个什么 我们公司真没有 我们公司都是走到哪是哪 我就是腿勤脑子懒 不太爱动脑子 你做到哪也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 我是认为我的动脑子 比我的行动反正是慢半拍的 但是我就说重要性感受对我很重要 这个事我觉得特别重要 我特别嗨这会儿 我并不是说我先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 然后我再想一步一步怎么干 不是 我就必须恨不得今天就把它行动起来 那我只评估一件事 就是这个出现最坏的结果 我是不是可承受 这个最坏的结果我可承受 这事我就先干 干的过程当中 我跑错方向了 我先往东跑了 我干的过程当中觉得东不对了 我再往西跑 我认为这事对我无所谓 但是我发现有些人他一定要确定清楚 西是不是正确的 东是不正确的 他才能启动 我是先跑起来撞 撞撞撞出一个方向来 你觉得社区的住户如果听到你没什么目标 他们会很害怕吗 我觉得他们一直其实是一种不放心的状态走过来 他喜欢保持未知的状态 就是不知道未完成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 他觉得完成会使人就闭锁 这是我一直都很相信的事 我没有料到会从他这边听到 因为这种创业家的老板们很少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来 他说只照着当下的本能去感觉来走 因为这样讲话其实在股东前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当他的股东都可能会不放心 说这公司到底要走到哪里去 所以他愿意这样讲 即使是他从书上看到的或听来的 肯定也是他非常认同 他才会告诉一个像我这样子的访谈对象 如果你现在自己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看到了一个精神上像是阿娜雅 可是做得比阿娜雅更成熟 细节更丰富的地方 你会不会想说 你就住在那个地方 你就不要再当这个管理者了 没想过 没想过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事 原来想过 原来就是觉得这个事只是一个项目 对 我其实把它做完了就行了 我就可以结束了 是 但现在其实这个项目 在过去这十年走到现在 我越来越发现就是 你自己个人的命运 已经跟这个项目没有办法分割开了 你已经愿意把你的剩下来的时间都跟阿娜雅绑在一起 嗯 就是第一我没有说 放心说别人直接来管这个项目 我觉得能够仍然保持现在这种发展势头 第二来说呢就是这个项目太像个手工活了 它不是一个标准化流水线的产品 因为这个项目太复杂了 它这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液态 各种的文化艺术内容 它放在一起 其实有短期利益有长期利益 它们之间的平衡到底在哪儿 总要有一个人去做整体的把控 那至少目前我觉得我算是最合适的这么样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放手 很多资本对我们也很感兴趣 甚至想投资我们啊什么 每次跟我聊的时候都会谈这个话题就是 你怎么能够复制更多的 第二来说你怎么能够复制更多的马银 其实他们会聊这 我说我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问题我确实解决不了 但我自己最清楚的一点就是 这个项目至少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我跟它不会有分开的可能性 将来的人如果提到马银 唯一被记得的作品就是阿拉雅 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那还真没想这么圆 康老师真没想这事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我其实已经很享受这个品牌 或者你做成了这样一个小的项目 外界带给你的更多的这种认可了 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满足感了 但是这个风险太大了 是的 这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为什么我强调 就幸运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重 但是也有一种观点 就认为你年龄越大灵感越少 年龄越大 孕情越少 这个我也 但是我就在想 这不就是跟你自己不吸收 不成长自闭了 心智闭合了 也有关系吗 我有时最怕的是出现那种状态 而且对于男人来说就更怕 所以其实 为什么对男人来说更怕 女人不怕这些事吗 我觉得男人跟女人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们是反着活的 女人越年轻的时候越自我 相对来说 不是绝对的 男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还真我觉得爱那种东西对于男人来 只有年轻男人身上 我觉得更相信有爱的人 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其实喜欢占的比例更多了 爱其实首先你只是个无我的状态 才能叫爱 喜欢是自我的 所以我对那年轻人的谈恋爱 这种小男生的那种 就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的那种恋爱的 我真的觉得会为爱情去死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爱的状态 是 而凡然男人过了一定年龄之后 进入老男人的状态的时候 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 特别自我 特别封闭 自私 甚至狭隘 而刚才我就是说 你没有怕的东西了 这有可能会造成你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全都说了算了 没有任何约束 没有人给我约束 没有人挑我毛病了 我也不用 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怕的一件事 所以就是每一个事可能对我来说 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这些社群这些客户投诉 解决的是我怕的问题 谁肯定都愿意听好听的 谁天天愿意没事干 在那天天看人骂你 然后看那些投诉 但是就是那些东西让你觉得 哇你永远觉得 还没成吗 还没成 你们得想清楚 对于你超市来说 你现在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好 外也不外也 我现在首先要的是 你把选品给我做到位 让我觉得这个超市 我是觉得安全安心的 这是我要的 这是第一步的 第二种类极其丰富的 第三个才是说 未来你挣几个钱的问题 食堂也是这样 你再怎么增加新品 再怎么增加新的菜 我跟你说的 油条卖两块钱一根 你不能给我变 所有的西周类的 汤类的无限续碗 你不能给我变 我今天请问了你很多事情 你其实对于自己的状态都很清楚啊 就是你好像是一个随时都会在观察自己的人 你有觉得你现在有很想要改变的事吗 关于自己 我第一发现我自己从来没有原创的东西 第二个来说就是我自己特别擅长模仿 或者说就是我没有原创的就是 我听到别人一个好的想法 我会把它和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件事 或我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做某种连接 这种连接了之后会把它变成一个我自己的东西 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 可能对我做阿那样来说非常重要 其实这就是你跟特别多的这样的人 好玩的人有意思的人 聊了很多无用的事 无用的天 却带给你的很多的启发 那我们就有请今天关于期待的这几位讨论的嘉宾老师 这部电影的主创就是监制姚晨和曹玉老师 就大家聚集在这么一个低成本的电影里头 就是想做一部好作品 我们又要拍摄一部艺术电影 这个时候找投资是最难的 后来我真的是把剧本发给老马 以后老马是最快给我反馈的 其实看完那剧本就特别喜欢 就毫不犹豫就也参与投了这部电影 我知道当时做这部电影还挺艰难的 然后投资又特别少 所以当大摇跟我说 是不是能够可串其中一个角色 然后让我帮着 其实从我内心当时就觉得 可以为这电影做点事情 稀里糊涂就去了 还拍了挺长时间的 我记得 我自己回头看了一下 就娇柔造作 可能是一位带字敬组的演员 对 还是被剪掉了 哈哈哈 我其实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的时候 最大的乐趣就是 我没有机会过到那些人生 我希望从别人的口中 确认我错过了什么 所以不管我访问的是一个从政的人 或者是一个从商的人 或者是一个疯狂的艺术家 我都希望跟他们访问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一个生活方式是 就是我没过到 然后我凭着听 稍微去摸个边 感觉一下说 原来那样子的生活 是不是跟我想象一样的 然后遗憾的事情就是 我们访问的永远都是功成名就的人 所以他所相信的事情 好像都变成了 能够达成这个成就的 需要的态度 可是其实不知道 就是一个成功的马云 对比于他之外的其他99个人 他们可能也相信同样的事 却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成就 所以访谈终究是一个 努力去捕捉 可是 最后你还是只能索取 对你有用的东西 你这边的居民在路上走 会跟陌生的人打招呼吗 会 首先我对我的员工所有的要求就是 见了所有人都要打招呼 因为我们一定是要让大家变成熟人的 这是我要想做 在这社区里想做的事 我希望的美好生活 或者叫美好社区 它一定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 就是第一个要素当然就是功能需求 或者叫物质需求 就是房子 你要把房子盖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 那么除了这个房子之外 我觉得就是 你能不能满足一个人在社区里面的 这种情感维度的需求和精神维度的需求 我觉得它真正是一个美好社区 情感维度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我们千万不要再活成一个陌生人的社区了 我们也不要变成了一个网络上的游侠 建盘侠我们总说的 我们真正的是面对面变成熟人 如果说你面对变成熟人之后 其实大家哪怕从一回到线上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交流的方式都会变得不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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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